但蛋壳尖厚 蛋黄金红 与普通鸭蛋相比 蛋清更为浓稠紧实 不过被韬客们追捧的 却是蛋的另一种形态 我们北海都是岩石祖先 几百年成统 用刀炒烧成灰 在腌制的海鸭蛋 腌制咸鸭蛋 一年四季皆可制作 陈伟尊重古法 草灰 当地海盐 土桃罐是它的腌蛋三宝 可气候湿度不同 下盐的比重成为不可言传的秘诀 少了不出油 多了则吼咸 然后每一层铺完之后 我们会少一点点灰 好了 腌制完了 二十八天的腌制 完全交给时间打理 蛋中脂肪在草木灰与盐的作用下解析 海鸭蛋已经成功转化 蛋白茶色 蛋黄金红 挑一点蛋黄 放进嘴里 口感细腻气沙 淡淡的海鲜味 堪比蟹黄 陈伟家的餐桌 咸鸭蛋自食尝备 鸭蛋黄碾碎略潮 加上南瓜 咸蛋让南瓜田中自带大海的咸鲜 蒸熟的五花肉塞入咸蛋黄 与香料一起焖煮二十分钟 摊凉后 蛋黄的咸鲜与花肉的软糯 搭配得相得益彰 陈伟习以为常的菜肴滋味 正是当年 她漂泊在外 怀念的味道 向往自由的人们 总可望透过自然的美味 感受久违的自然 我刚开始在外地打工 周八晚六 每个月都等着呢 两千几百块钱的工资 上班就等下班 我觉得这样蛮好 还是喜欢我们这里 有海有水有鸭子 四年前的陈伟未曾想到 如今美满的生活 恰恰来自于 曾经离开的这片土地